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秋年》第八卷 汉武的帝国 第三章 高度集权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 三公就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 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 邦国时代 天子之宰为公 诸侯之宰为相 秦汉帝国则将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 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 也就是政府部长 张汤担任过的庭位 延义担任过的大司农 都是 九卿未必只有九个 也可能九卿为正卿 之外还有列卿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 三公的叫府 也叫公府或相府 九卿的叫寺 也叫亲寺 皇帝的则叫公 也叫皇宫 皇宫 相府 亲寺 各行其政 事实上 皇帝 三公 九卿 有分工 皇帝是国家元首 宰相是政府首脑 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 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 三公做而论道 九卿做而行之 三公是决策者 九卿是执行人 其实 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 汉初 帝国的政务都有宰相负责 他们平时独立办公 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 一起讨论 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 皇帝五日一朝 只能说可说否 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 皇帝不是政府 宰相才是 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 机关单位 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 皇帝的是宫廷 政府的是朝廷 皇宫的职能部门叫上 政府的叫曹 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 朝廷的来自填付收入 填付是大头 用作政府公款 工商税收是小宗 算是皇帝私房 宫中 府中 精卫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 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 宫廷和朝廷 两个权力中心 皇宫和相府 两种最高权力 皇权和相权 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 须军共和 皇帝世袭 宰相民选 退而求其次 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 宰相管理国家 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即主权在军 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 后一种虽有可能 却未能形成制度 无论刘邦还是萧和 吕后还是曹参 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 汉出无为 君臣倒是相安无事 五弟雄才大略 浩大喜功 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 不但金印紫兽 而且立为列侯 所以丞相又称君侯 丞相的权力也大 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 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家 就曾封还埃帝加封董贤的诏书 拒步执行 埃帝也无可奈何 五弟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 比如填坟任丞相时 几乎大权独揽 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 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 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 朕也想任命几个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轻寿 同时也是副丞相 但不是丞相的副首和辽蜀 而是备位丞相 也就是说 丞相职位如果空缺 就立由御史大夫递补 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 何况太尉一职早在五弟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 宰相三府 只剩下二府 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启用的打手是公孙宏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 公孙宏任御史大夫时 丞相是薛泽 张汤任御史大夫时 公孙宏已经去世 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清迪 结果 薛泽 李蔡 庄清迪都成了摆设 大正方针 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 没别人什么事 公孙宏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 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 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 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 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 如果存心想做事 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 一个叫御史成 一个叫御史中成 虽不过一字之差 却有天壤之别 汉制 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 御史中成也一样 实际上 御史中成就是御史府助公办事处主任 这样的副手 丞相是没有的 皇帝有什么想法 也是先告诉御史中成 由御史中成转告御史大夫 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 御史大夫揣摩圣意 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红和张汤得逞 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 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 汉武帝要夺权 还得用宫廷的人 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 也叫中朝官 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 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 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 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 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 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设置的 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位 但不再作为宰相 也非正式官职 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 比如大司马大将军 大司马票继将军 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 是领尚书室或录尚书室 也就是领导 统帅 管辖 主持尚书的工作 表面上看 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 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未比三公的 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 大司马统领的上书室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 但凡事官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上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 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 这是另一个政府 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 因为首任大司马 魏清和霍去病都是外妻 是后妃的娘家人 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 久而久之 大司马官属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 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 一个叫中朝 也叫内朝 在宫中 另一个叫外朝 在府中 外朝之首为丞相 中朝之魁为大司马 两套班子 共礼朝政 没错 一国两府 其实 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大司马位高权重 亲近皇帝 上书们在宫中轮班直宿 随时听后召见 面成奏章 亲临圣旨 信息远叫宫外朝臣灵通 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只有诺诺成命 办事而已 从此 丞相更成了摆设 后来就连这执贤也被取消 改成了别的 是不是真宰相 则全看是否领上书室或录上书室 到东汉 更建立上书台 又叫台阁或台省 一国两府公开化 变成公府 三公府和台阁 上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 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 使集地方之权于中央 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 大权在握 他可以为所欲为 或者说大展宏图 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 则只能以后再说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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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